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恐怖龙卷风再度袭击美国 美国华盛顿州最大滑雪场发生雪崩 英国出现首宗Omicron死亡个案 温哥华公园发生谋杀案 国防部向军队中遭受性侵者直播道歉 神奇动物3邓布里多之谜发布预告 欢迎来到SG新风空间站 今天是12月13日星期一 我是Ashley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恐怖龙卷风再度袭击美国 当地时间12月10日夜间至12日夜间 美国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的龙卷风灾害 有包括阿肯色州 伊利诺伊州 以及肯塔基州等六个州一夜之间 遭遇至少30次龙卷风袭击 CEN表示灾难已造成至少90人死亡 其中肯塔基州的死亡人数仍在急剧攀升 在承受巨大人员伤亡的同时 一些城镇更是几乎被风暴以为平地 有居住在肯塔基州偏远小镇的居民回忆道 龙卷风袭击的那一刻 让我瞬间联想到了世界末日 小镇曾经引以为傲的广场和市政厅 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事件的确成为了美国近代历史上 少见的龙卷风灾难 截至目前 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已经开始派遣 团队赶赴灾区提供更多的物资 并且联邦政府也正式决定 向所有受灾的州提供紧急援助资金 由于灾区目前仍在进行搜救工作 死伤人数恐会一直增加 接下来是国际新闻 美国华盛顿州最大滑雪场发生雪崩 据华盛顿州当地媒体报道 12日早晨 该州最大的滑雪场发生雪崩 皮尔斯县治安关办公室表示 雪崩发生地点为水晶山度假村 目前已经确认有一名60岁的男性死亡 并且警方已经成功解救被困的5名滑雪者 据悉水晶山度假村占地2600英亩 并且有多支专业滑雪巡逻队 以用来确保滑雪者的生命安全 由于目前北美西海岸的平均温度 一直未能在24小时内持续维持冰点 美国国家气象局也曾多次发布通告 提醒滑雪者注意雪崩风险 与此同时 加拿大的多家滑雪场也曾报告 受连续降雨等影响 部分雪道有雪崩风险 在事故发生后 水晶山度假村便关闭了全部雪道 并且展开全面搜救工作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 死者及其团队均接受过滑雪指南 现场工作人员也表示 在他们出发前曾多次建议有可能的雪崩风险 至于为何没有全面封闭滑雪场 警方仍在调查中 英国出现首宗Omicron死亡个案 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一在首都伦敦视察一间新冠疫苗接种诊所时 指国内至少有一名患者感染Omicron后死亡 他认为面对Omicron在国内迅速扩散 最佳的方法就是安排民众接种疫苗加强剂增加保护力 卫生大臣贾伟德表示 英国现在约有3137宗Omicron感染个案 其中至少10人留院治疗 他表示若要今年内为所有符合资格的18岁以上人士注射疫苗加强剂 有本周期每天必须安排100万人打针 国家卫生事务局指前线医护人员面对极其困难的挑战 公众需要明白人后时间可能更长 实现上述接种目标有难度 他形容Omicron以不寻常的速度扩散 感染数字平均每两天到三天倍增 但重申政府暂时没有计划实施新的防疫限制 下面为您播报家国新闻 温哥华公园发生谋杀案 12月10日中午温哥华市警局接到一通报案电话 一名老先生被发现沉湿在接近Kislando地区的一处空屋中 警方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后 根据目前搜索到的证据判定 这是一起针对死者的蓄意谋杀 不过由于案发时间可能是在当天凌晨至早上6点之间 目前仍未找到可以分享更多信息的目击证人 由于是在住宅区内 夜晚光线不足加上原本就没有设置太多监控设备 导致案情陷入胶着 目前警方正在挨家挨户拜访该区的住户 以及死者的邻居亲朋好友等 希望他们能够提供更多资讯 或许能够帮助排查嫌疑人 目前已知死者现年77岁 身份为Kesilando地区的公园环境管理员 警方认为凶手有可能是曾经和老先生 在公园发生过纠纷的对象 因此呼吁有在当周见过死者的目击者联系警方 国防部向军队中遭受性侵者直播道歉 加拿大国防部长和高级国防官员 于今日上午在国防部内进行直播 向那些在军队中遭受性侵和不当行为的男女军人道歉 此次直播意义重大 国防部长韦恩和国防副部长乔迪 代表各自机构道歉 自由党联邦政府应在处理军队不当性行为方面 做得不够而受到批评 特鲁多指出 政府应向那些受到性侵和非法行为影响的人 做出补偿 政府要根除这个问题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二十多年前在军队遭受性侵的一名前士兵迪基说 在个人层面上他希望听到道歉 不仅要承认他们的不当行为 而且要承认军方和政府官员冷漠否认的态度 国防部长阿南德承诺 事情必将改变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责任 也是我们的头等大事 虽然军方过去一直被批评在很多方面做得不够 但阿南德说 他相信目前的领导人会直立于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为您播报娱乐新闻 《神奇动物3》邓布里多之谜发布预告 由艾迪·雷德梅恩·球德洛和凯瑟琳沃特森主演的 《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 在今天稍早时发布了最新续集 《神奇动物3》邓布里多之谜的预告 由于饰演反派格林德沃的演员约翰尼·德普 日前身陷家暴风波 该角色目前是由曾经参演《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 麦斯·米科尔森接替 据导演大卫·叶茨表示 《神奇动物》系列电影制作过程中 虽然经历了不少波折 现有疫情后则遇上演员丑门事件 不过幻觉也许能为电影带来新的火花 幻觉消息也让不少原本已经对 这系列电影失望的粉丝激动 表示很期待看到邱德洛和米科尔森两大演员交手 《神奇动物3》将于2022年4月8日 在英国、爱尔兰及北美地区上映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